基本上你不可以受到影響 我知道他萬一又悄悄的手回來 飄回來 這一球打成了一個飛球 在中外野方向落地形成了安打 看起來是兩位跑者都要回來 搶分第二個跑者也是Safe 這時候黃世豪是敲出了一支 中外野方向的一臉安打 帶有兩分的打進 使得兄弟相對 這時候在三局的下半 搶分數是拉近到2比3 目前只差一分 這回兄弟相對是連續第三局 發動攻勢 發動反攻 那靠著黃世豪的安打 目前是只落後1分 來看一下這個球 球速事實上還是對投手較為有利 但是這個球被黃世豪給帶中 所以生涯兩個人的一個對戰記錄 確實還是滿有參考價值的 這個球還是投得稍微有點偏高 雖然在兩好兩壞的狀況之下 這個球還是稍微有點偏高了 現在太棒了 但是我對他們有所謂的 投手的球 感谢观看